大家好,我是夹肌骨科姚素星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治疗 姚医师,什么是髋关节发育不良? 什么是髋关节发育不良? 正常的一个髋关节发育 髋就要能够很好的一个包覆咕骨头 那身体在沉重的时候 那个才能够很好的分散力量 如果发育不良的时候 力量则会集中在一点上面 就容易造成髋部的退化以及疼痛 更严重的还会造成髋关节的脱臼 姚医师,那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原因有哪些呢? 那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呢? 有些跟天生的韧带松弛有关 也有一些跟在出生的时候 胎胃不振或羊水过少有关 那出生后的照护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包筋把脚包伸直太紧的姿势 也会容易造成髋关节的发育不良 当然也有后天神经肌肉性的一些疾病 慢慢导致而成的一个髋关节发育不良 医师,髋关节发育不良要怎么治疗呀? 那髋关节发育不良到底要如何治疗呢? 髋关节发育不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的原则就是 早期发现及早期治疗 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脱臼吊带做治疗 六个月大之后就要去手术房 小朋友要全身麻醉保持高治疗 年纪再更大一点的时候就要做切骨矫正手术 才可以矫正髋关节的一个发育 医师,大人的髋关节发育不良 也可以做手术矫正吗? 有一些人会问成人的髋关节发育 也可以做手术矫正吗? 成人的髋关节发育不良 大家传统上都觉得只能做一个人工髋关节的治患 其实跟膝关节退化一样 除了人工膝关节的治患 现在也很多医师致力于保膝手术 那髋关节同样的也有一个保宽手术可以进行 手术的选择主要依据 髋关节退化的严重性来做判断 轻微到中度的退化 可以借由保宽手术来进行矫正 使用复合式手术房对保宽手术有帮助吗? 家机近期带了一个复合式手术房 那对于我们保宽手术有帮助吗? 保宽手术主要为骨盆的切骨矫正 需要把骨盆切开之后 重新转个方向让骨头受力的位置变多 并让退化的地方减少受力 这是一个发育不良的一个模型 可以看到出他的空冠节 非常的一个倾斜 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包覆骨骨头 那重新转让骨头受力的位置变多 并让退化的地方减少受力 那复合式手术的手术房 可以帮助我们手术中3D重组 复杂的骨盆影像 可以精准的评估骨头矫正的一个位置 是否未来会造成夹几或者不稳定 以及评估骨矫正的范围是否足够 科技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更精准的手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